大家好 这里是《伟科学之听我来骗你》 我是维青 在《听我来骗你》这个节目中 每一期我们都会为您打破一个常识 给您一个不同视角的思考方向 我们相信这样的思考对您全面的理解事物 以及进一步的实践行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在正式进入我们的节目之前 还是那句话 请大家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 不要相信我说的话 但也不要反对我说的话 养成一个时刻保持思考和换位思考的习惯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不被老旧的思想和观念所束缚 挣脱这样的束缚才能有新的创造 我们才能提高 好的 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一个公司里最重要的部门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经常有人问 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答案 比如产品部门 比如人力资源部门 比如财务部门 其实这些回答都有道理 但如果你看过我之前在上一集听过来骗你 这关于成功是什么的话题 而且你也认同了我的观点的时候 你就应该已经有了答案 这个答案呢 就是每个部门都重要 离了任何一个部门 这会儿都不会成功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 如果你刚起步做公司 哪个部门是不亚于任何一个部门的存在 但最容易被你不略的呢 那我的回答是 市场和销售部门 这个部门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在大的公司里 市场和销售基本分成了两个单独的部门 不过今天我们把它合在一起说 那么很多初创的公司都会对我的回答有疑问 一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难道不是产品吗 这当然是对 核心竞争力当然是产品 但是这个产品一定是可以被卖出去的产品 而不是一个清高的无人问津的艺术品 而谁来决定这个产品是否可以被卖出呢 当然是市场和销售部门来决定 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例子 一个是加多宝 一个是王老吉 当看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 你们可能就已经有所选择了 但是你们的选择 我猜应该不是根据哪个更好喝 而是一些饮料本身之外的因素 这与产品其实是完全不相关的 对吧 那再来看这个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你会怎么选呢 你真能分出它们的区别吗 我觉得呀 美国的华人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大多应该无所谓哪个牌子 但为什么你们吃饭的那个饭店 只卖这个牌子的呢 为什么麦当劳和肯德基都只和其中之一合作呢 这和产品的品质本身应该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接下来 这个真实的案例就更耐人寻规 我太太在生我家老二的时候 我到超市去给她买糯米回来 用糯米粥和 但如果你看到这样几种糯米的时候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从外观上看几乎一样 只是颜色不太一样而已 那我可能会选择黄色 因为我猜啊 黄色可能更接近人生的 应该是没有漂白的吧 但我的猜想可能与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 那我又看了这种加了包装的 也许我会选择包装更漂亮的 虽然里面放的是白色呢 因为我认为包装更漂亮的应该更值得信任 至于包装水平和里面的产品质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就想不到 那现在更是一个难题了 包装一般的反而标价要更高 那么我自然会想标价高的肯定是更好的 所以最终啊 都是我用一些所谓的人生经验来做的间接判断 而这些经验是否可靠呢 很显然都是不可靠的 正常家甚至超市自己 完全可以利用我们这些固有经验 去做一些与产品质量本身不相关的设计来提升销量 而这些决定都是由市场和销售部门做出来的 而如果你的产品虽然质量很好 但却完全与人们的固有经验相违背 最终啊 有可能就在市场上不受欢迎 那么这样卖不出去的产品 无论如何不能称为好的产品 所以最终我们并不是要设计和生产一个完美的产品 而且完美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没有一个产品可以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可 那么我们要生产的是一个可以卖出去的产品 当然产品的功能和质量也是能够被卖得出去的先决条件之一 但不是全物 一个比较经典的商业案例 某个厨具厂生产了一种多功能的高级电饭锅 售价100块钱 然后呢 他们又在这个高级的电饭锅的基础上啊 又花钱往里增加了一块电路板 屏蔽掉了一些功能之后 售价却只有60块钱 这个电饭锅啊 主推的是中低端市场 商家用更高的成本做出一个功能更少的产品出来 这个产品离完美二字肯定更远 但可以达到占领更多市场份额 卖更多产品的问题 而另一个更为人所知的案例 苹果公司最初在推出iPhone的时候 同时也推出了iTouch 就是去掉了电话功能的iPhone 显而易见 iTouch相对于iPhone来说 虽然没有那么方便 但却很容易占领了低价位的市场 而最近的一些年来 虽然苹果不再推iTouch了 但是它又推出了一系列的低价位的iPhone 就是为了占领低价位市场 销出去更多的产品 所以公司的核心是产品吗 一定是 但产品的好与坏是由市场销售部门来评价判断的 销售部门应当直接参与到产品的设计之中 不要以为这只是大公司的玩法 在美国啊 大量的华人开的餐中 都不得不提供类似Orny's Chicken 就长枝七块 这类中国人都看不上的美式中餐 就是因为市场决定了 这样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 而在特定的市场情况下 甚至市场部门可以直接确定 公司要卖什么样的产品 也就是说 当你已经拥有了市场营销的渠道 你可以根据这个渠道上的客户需求 而出售不同的产品给他们 虽然这些产品与你最初生产东西完全不是一个领域 但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网红 网红们凭借着各种方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他们自己是产品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他们自己目前并没有生产任何可以销售的产品 网红本身只是一个营销的渠道而已 网红自己的营利模式就是将自己这个关注度 通过展示和介绍他人的商品来并现 俗称网告 而网红在自己已经拥有这样的一个营销渠道之后 可以选择卖别人的商品 也可以选择卖他自己的商品 而卖哪些商品就根据网红的粉丝群体来决定 比如说一个喊卖的网红 他肯定不能卖老年人的保健品 因为他的受众并不是老年群体 所以说当市场渠道已经很成熟 公司的产品完全就是由市场渠道来主导的 这个时候公司的核心部门 一定是市场和营销部门 不过话说回来 不同级别的公司 市场营销部门对产品的决定程度是不一样的 但如果把公司品牌形象 以及一系列相关部门机构也列为市场部门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市场部门对产品就会拥有绝对的决定权 因为公司只会生产可以卖得出去的产品 所以听了这一期的美科学之后 下次您再听到有些公司说 我们在不断追求更好的产品时 就会会心的一笑 因为我们知道公司不断升级迭代产品的目标 就是为了能向更多人卖出去更多的产品 以及向同样的人卖出更新的产品 如果做一个假设 你的产品即使没有特别的更新 也可以保证源源不断的客人 你还有动力去投入资金去升级吗 当然不会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数十年如一日的美国最大的生活信息网站 Quickslist 关于这个网站 我之前曾经在我一个节目 中美大事随身听第23期中介绍过 那一期的标题是 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创业头号问题 大家可以回顾这个节目 好的 谢谢大家 花费这十几分钟时间听我来骗你 我是维青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